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2023年11月7日 周三 指数 今天全天是做了一个震荡整理 那么原因 上方趋势压值连线已经到了 那无论是指数 还是个股 一直看视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到线我们先做对线 如果它后面能够向上突破 那么突破的低时间 可以再重新买 或者等回踩之后可以买 那一旦不能突破 就是面临一个调整 所以在这样一个位置 是要适当的注意一下 当然整体目前大反弹反弹 升级为春节以来的 大四浪反弹的概率会大一点 但是目前今年市场 已经走了非常多的小概率 我们还是不能排除 所以等到线之后 看它一个整理的方式 再做下一步的判断 一个是回踩到消防 新行程的一个通道 止跌 那么基本可以确定 2923以来 走一个大四浪 两到三个月 一旦击穿 那么就要另外 我们一步一步 往后再去看 所以在这样一个位置 特别是你不是持有 一些连板或者是打板客 操作方式的 在个股的脉冲过程中 你如果是底部拿了筹码的 在压制线上 可以先做一个获利兑线 然后调整之后 可以买回 真的不调整 那也有机会 那这是大盘 然后个股方面 首先龙头 天龙股份 走出十连板 那这次个股是每天 都在视频里面说的 包括在铁粉地址里面 大三角形 突破的第一时间 然后做回踩的第一时间 就已经把它挖掘出来 当时连手板都还没有走 一个龙自备 二来底部超大三角形的突破 肯定值得关注 然后后台也是由小伙伴们 直接这两天 非常开心的发来消息 跟我说 看了视频 买了天龙 拿到现在十连板 那非常的恭喜 那当然现在天龙 现在隐患 就在于连续的加速 缩量 那么一旦 板上发生分歧 获利盘 我们要看它的一个承接情况 所以在连续的缩量之后 你不要再挂单 直接挂在涨停上 如果发生分歧 你想买的话 也会有一个 回落承接的机会 那比你板上买 要实惠的多 至少可以节省 好几个点的一个 好几个点 对吧 那另外 在天龙 整个带动汽车链 以及消费电子 成为市场 总的核心的情况之下 我们周末又挖掘了一个龙 风龙股份 同样的一个三角形 周末 手板 周上周五 然后 昨天可以上 今天吃到一个涨停 但今天的涨停 量的 偏大 那么接下来 又面临上方 紧线位的一个突破 那如果这两天 买了这只购物的朋友 对于接下来操作 有问题的 或者想 有什么 其他个股有问题的 也可以用平时发朋友圈 或者跟亲友聊天的 搜谷北打板歌 里面对于个股买买点 会更加的详细 关注就可以去看 毕竟在 头条这边 一来时间 有一个限制 二来有很多东西 也是不能具体的去讲 另外 我们在周末的时候说 可以关注 连续退潮 上周的退潮期之后 第一波 止跌的个股 今天很明显 二波 走出了非常多 首先 第一个文艺科技 带动的二波 这是第一支 形成一个 二波新高的股 回落之后 又此再次 走出二连板 另外 像 东方加胜 大阴线之后 这支个股 下方的趋势连线 延伸 非常精准的一个回踩 回踩到位之后 再上 那么这样一来 昨天我们说的 朝阳科技 是不是同样的 昨天直接回踩到位 那对于 一直看我视频 画着线的朋友 在昨天 炸板 踩到这条线 激进的 第一时间就买进去的 二来 今天 昨天 巨量 今天超越其立刻 高开向上之后 同样可以跟进 当然 我们在目前 短线情绪 如此亢奋的情况之下 也不要 还是要保持 一份心里面的平静 或者是说 不要太过于激进 比如像 赛里斯 非常明显的 昨天也是说了 两个高点 你只要画一条线一连 到位 那么它代表了一个 汽车的中军 华为汽车的中军 它一旦到位 需要调整 是不是带有很大的 一个意味 所以走到这里 我们短线 需要注意一下 这也是原因之一 包括欧非光 今天也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 崇高回落 当然 华为这条线 后期是始终看好 并且整个一年 大科技 无论上半年的人工智能 下半年的华为 甚至现在 开始合二为一 共同的上上 特别是算力的分支 贯穿了上半年 人工智能 以及下半年的华为 非常的强势 后期中线 仍然看好 但短线 可以适当的注意一下 像算力的 横润股份 这只个股 大三量的一个上升 突破历史新高之后 做了一轮震荡 本身 有预期 它回踩到 仅限位 但由于缺口 所有的缺口 都会构成一个新的支撑 那么 没有到位的情况之下 连续拉出两个 快速的涨停板 今天这个涨停 没有放出量的 其实有点类似 之前一个张江高科 所以 从短线来看 一旦 加速过急 明天 不能延续 这样一个速度的话 要注意有一个回调的需求 这是算力 包括深远股份 最近20厘米底部走得 极极强势的一个 底部个股 六天时间 从四 涨到了超过十 今天一根掉线 在这样的位置 还是不要 随其接 关注它之后 是一个强势的震荡 或者是出现一个 比较明显的调整 然后再做决定 其实今天整个龙自备 在尾盘 也是有所异动 有一点 毕业照的一个嫌疑 所以个人认为 整个华为 以及目前的短线的 情绪的一个高潮 最 快明天 最迟 周四 就会发生一个 巨大的分歧 获利盘的回途 所以这两天 短线注意一下 不要太过于激进 保持一份清醒的头脑 那另外 可以关注的 整个大科技线之外 一个券商 一个就是医药 这四条线 我们牢牢的抓住 然后在下半年 剩下的两个月里面 其实就足够了 券商 昨天也说过 下方的线 不击穿 就可以持股 特别是对于前妻 拿着的 你就不要在意 这里 再出现一个波动了 一旦它下方的线 能够作为支撑 大概率 就证明了 反对 指数 会走一个大四浪 是一个温柔的调整 而另外一块 医药 医药也是值得 我们关注的 其实在华为 非常吸引眼球的情况下 医药 大资金 介入的 是非常非常深的 首先 从20年 一路调整下来 做了一个 非常扎实的底部之后 提前大盘 开始反弹 然后今天是突破了压制的 那么作为 一直以来 大家认为的防御性的板块 这两天 如果资金嫌不下来的 可以去关注一下医药 无论是创新药 减肥药这些 今天也是在贴粉地址 挖掘了一只 三角形 底部三角形 突破的个股 感兴趣的 都可以去看 那以上 就是今天的复盘视频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见